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网络课堂哈,我们继续来学习Part B决策的这个内容,那么在整个Part B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哈,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一个知识模块了,风险及不确定性啊,Risk and Unsequency在这里,那么在风险及不确定性这一块,我们要学到的这个知识点,第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吧, It's Pacted Value,这是什么,期望值,预期值,期望值,也就是概率分析的方法,相信你是非常熟悉的,那么第二个呢,Sensitivity Analysis,是我们说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也是我们在处理不确定性的时候一个非常基础的方法啊,以后你学F9,学P4,P5都还会剪刀的,好,然后在接下来这里,Maximin,Maximux, Minimux, Regret, 这个是我们F5当中考的比较多的一个知识点,而且你看到这三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吧,对吧,Maximux,我们如果看中文的翻译的话,可以叫做最大最大,也可以叫做最大化最大值,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啊,反正我们一会会解释它,你都是先记错边,再看前边, 后边的min,后边的min最小的,对吧,Max最大的,minin,后边Max regret,Max regret是最大的后果值,然后再来看它的前边,所以这里边的Maximin,在最min最小的里面去挑Max,挑最大的,对吧,或者是Maximux,在后面的Max最大的里面,再去挑一个Max最大的, 那么后面这个mini,那就是在后面最大后果值里面去挑一个mini,挑一个最小的,这其实是说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同的风险态度,OK,还有最后的一块内容呢,也是咱们F5,F5里边特有的,还叫做决策数,Decision Tree,那么就常见于我们选择题当中的这种Postpoint, 说的是机口啊,这种热点题的形式,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来看啊,风险及不确定性,这样的几个内容,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第一节课呢,我们就先从,呃,期望值,也是概率增悉哈,叫做Probability Analysis,从这里开始,那么在讲这个内容之前呢,我需要大家先跟我哈,来熟悉这两个单词,这两个名字,名称啊,Risk我们称为风险,啊,Incertainty我们称为, 不确定性有什么区别,要能够辨别它啊,选择题会考到的,所谓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Probability,这个概率能否被量化出来,那说如果一个事件,它是重复发生的,重复发生的话,你就会有过去的经验,当你有足够多的经验,能够让你准确的去预测,去量化它发生的概率的时候,我们就称为, Risk,风险,OK,看一下描述啊,风险指什么呀,situation or event which may or may not occur,它本身是可能或者可能不发生的,它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whose probability of occurs can be estimated statistically, statistically,数据的嘛,就是量化的,量化的,所以关键词就在这儿,这个概率,它能够被准确的预测,或者量化,量化出来, 好,那么接着说,如果我们对于它发生的概率是完全不可知的,是不能够量化的,我们就把它称为uncertainty,uncertainty,不确定性,好吧,后面来解释自己去看一下啊,那么你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我们在辨别这两个单词,一个这个关键词就是probability,概率能否被量化, 好,有的时候它还会出现什么呀,repeat,repeat event,重复发生的事件,对吧,重复发生的事件,我们也可以说成是什么,experience,experience,你有过去的经验,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和你这个概率量化,和它是一致的,它怎么样表达都可以,重复发生的事件,有足够多的经验,能够去量化它的概率,是风险,反之就是,你确定, OK,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还要见到一个是,风险的偏好,也叫做风险的态度,对吧,不同的人,不同的决策者,他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知道,风险和回报和收益,它是怎么样,它是正相关的关系,风险越高,那么你的决策,你的这个投资行为,会给你带来更高的收益,比如说炒股,炒股票啊,那你如果比较保守, 你做的都是风险抗拒型的决策,那比如说我去买国债,买国债,宝本的,没有任何风险啊,但是它的回报,它的收益也是非常低的,这就是很典型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风险偏好不同,好,那我们一般呢,分成三种啊,我们把最激进的这种呢,叫做List Seeker, Seeker,我们就叫做风险偏好型,风险偏好型,Seeker嘛,对吧,它愿意接受这种比较高的风险的决策啊,所以它也是,预期自己能够得到Best Of Count,预期那个最大的收益最好,最好的一个结果会发生,好,那么和它完全相反的呢,叫Risk Averse,Risk Averse就是风险抗拒型的,对吧, 我们也称为保守型的,也可以叫做Self Defense,Defense是什么防御,国防系统嘛,叫National Defense,它叫Self Defense,自我防御型的,保守型的啊,风险抗拒型的,那么这种人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他接受的就是风险最低的项目,同时也可以说他所得到的,他所预期的,是比较差的,比较差的这种结果,比较差的这个收益啊,好,然后第三类呢,我们叫做, Risk Neutral,Risk Neutral说的是中性的,中性的,比较理性的这种观点,那么这种决策者,他会选择什么呢,选择Most Likely Outcome,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什么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重点啊,什么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Expected Value,就是期望值吧,就是概率分析之后的结果啊, 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况都考虑到,并且按照他的概率把它组合到一起,最后这个加权平均的结果,也就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期望值,也就是这种Risk Neutral,风险中性的人,他会选择的啊,好的, 那么再往下,我们再来看几个术语好吗,包括啊,Research Techniques,这个了解行了,说这种,呃,我们做研究,对,我们做研究,我们做这种风险不确定性的分析,他其实是支持企业长期决策的,Planning,Planning for the future啊,了解,OK,不多说,好,然后在下边,Focus Group,选择题可能会见到,他什么啊,焦点小组, 也就是你的样本的群体,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调研,某一个产品的市场价格的调研,或者你还在学校,你要做的是大学生就业的一个调研,那你的调查问卷发给谁啊,你发给所有在校的大四的同学,那就是你的Focus Group,啊,比如说你在市场上,你的目标人群是30到35岁的,月收入是5000块钱到7000块钱的,那这就是你的Focus Group,明白,焦点小组就是你的目标群体, 你的样本群体,知道可以了啊,好,接着,再来看数据的分类,哎,我们先说这个词啊,Data,Data叫什么,数据,那你应该知道,数据和Information是有区别的吧,F1应该就学过,是吧,Information我们叫做信息,那Data,数据区别在哪里啊,原始被收集来的啊,还没有进行加工,没有进行分析,没有价值的, 这些叫做Data,叫做Data,而你进行了收集分析之后的,价值更高的,就被称为Information,了解也行了啊,那我们在这区分的呢,叫做Primary Data和Secondary Data,首要数据和次要数据,什么是首要的啊,你记两个关键词,记两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由你亲自来收集到的,由你亲自来收集到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你去做这个事情,你去收集这个信息,就是为了满足你的预定的这个,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你的预设的这个目的,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对吧,你要做一篇研究论文,这个论文是干嘛的,是研究啊,今当前的,今年的当前的,在校生,毕业的就业去向调查,好吧,你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大学生科研,好,那你怎么做啊, 你亲自设计了一个问占调查,然后向在校生,或者是已经毕业正在求职的这些学生去,去进行调研,那你收集起来的信息,首先这个是你亲自来完成的,对吧,第二,你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关键词,那primary data is the data obtained for a, 这里是specific purpose,就是你的特殊的这个目标,对吧,目标是明确的,and connected at first hand,这里at first hand,由你亲自来完成的啊,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某一个新产品要上市了,谁啊,我们一直在说iPhone是吧,iPhone 8要上市了,OK,那我们前面还讲过不同的定价战略,其中讲过一个叫做目标定价法,那我首先要了解市场对于这个产品的预设, 你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属性,接下来你能够接受的价格是多少,那么这个调查你怎么样来做,由苹果公司亲自来完成,通过什么方式啊,通过网络平台,是吧,通过你不同的销售渠道,这些都属于primary data,那么和它相反的secondary,这个次要的信息呢,就是打破了上面的这两点,第一个是什么,not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这些信息,这些数据啊,这些数据, 在被收集之初并不是为了你的这个特定目标进行的,并且呢,也不是由你来亲自完成的,这里connected by someone,由他人,由他人来完成的,那就比如说,我们使用的是什么呀,是整个电子通讯行业的行业数据, 这行业的数据呢,可能是由政府部门,监管部门,或者是行业的一些统筹机构,由这些部门来收集的,那么我把它拿过来,自己使用,对吧,由别的机构,别的人群来收集的,并且呢,他在收集的时候,这个目的也不是为你来服务的,可以非常明确了,primary和secondary,谁来收集的,目的是不是明确的,行了啊,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种分类哈,就是我们把数据啊,其实你在这叫信息也可以啊,把它分成quantitative和qualitative,quantitative量化的,对吧,qualitative就是质化的,这俩刚好是相反的,相反在哪里啊,怎么解释它呀,这个quantitative量化的,其实通常就是和financial,financial过我们财务角度挂钩的,和货币价值过挂钩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和数量挂钩的啊,比如说他在这组出来的例子,就是客户的数量,当然也包括销售额啦,我的利润率啦,所有的这些,那么质化的,底下qualitative质化的,更多的就是和nonfinancial,nonfinancial非财务的角度挂钩起来的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那我们看底下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呀,在这啊,how much of an, advertisement is noticed by public,你一个广告做了,就广告的作用如何,对吧,对公众对它的接受程度等等,再比如new product development,产品的研发,对吧,和产品的质量,客户的满意度等等等等啊,那你觉不觉得,其实这个quantitative量化的数据,财务的数据,它只是最后的结果, 它只是最后的结果,而质化的quality to nonfinancial非财务的这些方面,它是会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这是背后的隐性的,是真正的原因,而我们看到的这些财务的量化的,只是最后的结果,那你说哪个更重要? 或者至少两个同等重要,对吧,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标题,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章节,这个PPT当中啊,这节小课当中,我们要讲的,那个内容了,概率分析的方法,也叫做期望值的方法,那么我相信大家对于,呃,高中学的这个高数啊,应该还有一些印象,算期望值 非常非常的简单,对吧,这里呢,ofcom,我们表示的是,每一种可能发生的结果,找到每一种结果,然后乘以它的probability,也就是乘以它的概率,再把所有的这些结果给它加起来,那么这里的概率,也就是作为了它的权重啊,权重我们叫做mate,所以权重把它组合起来,我不知道大家,你现在上,呃,上上大学也好,上高中也好, 你们学的例子是什么,我记得我当年学的是什么呀,说是一个mine ice cream,卖冰淇淋的,卖冰淇淋的企业,说呢,有三种不同的天气情况,一个就是艳阳天特别热,对吧,你的销量特别高,概率呢,是30%,第二个呢,就是normal days,正常的天气,你的销量一般,概率是60%,还有一个就是running days,下雨天,下雨天的概率啊,就剩10%了,对吧,那我的销量是特别差的,是赔钱的,那么这个加全平均之后的期望值呢, 你把三种情况下,各自的销售额,或者是利润都行哈,就为oscom把它拿出来,乘以各自的概率,概率就是权重了,三成,六成,一成,好,把它最后加起来,组合到一起,有印象了吧,哈,那这个地方我们,不给大家放立题了哈,回头我们做题的时候,随便看一道就行了, 那么,在咱们考试的题目当中,可能会出现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呢,就是联合概率,叫做joint,joint probability, joint probability,联合概率,联合概率呢,就是说连续发生几期,比如说连续发生两个月,第一个月呢,就有好中差三种情况,是吧,第二个月又有好中差三种情况, 那你等于是三三见九,一共累计出来,累计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一共可能发生的是九种情况,那你要算的是这个九种情况的联合概率,OK,稍后见到题目我就再说了啊,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和文字和讨论相关的啊,就是这种概率分析,希望值这种方法的优缺点,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主要是要说的是, 这个缺点的缺点啊,优点是什么呢,这里, enabl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different outcomes to be quantified,能够使每一种不同的情况,可能发生的概率被量化出来,你也可以说considers the probability, considers the probability,就是考虑到它所发生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概率了,好,第二个,lead directly to a simple optimizing decision rule, 它给出来了一个decision rule,你最后的这个期望值,正打大于零,就说明还会赚钱,不打小于零,就说明赔钱,对吧,或者算出来是多少,就表示我期望的最终的结果是多少,超过企业的预售目标,OK,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决策就做,反正没有达到企业的预售目标,这个项目就被pass掉,它有一个清晰的decision rule,好,再有呢,calculate and relatively simple,这个计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就像我们刚才随便说的这个小例子,但是这些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后边conditions,conditions是说,使用这种概率分析的方法,它的前提条件,它的限定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这些条件的话,也就是下边的vickness,它本身的缺点,本身的局限性,啊,好,那么回过来,我们看这个condition, condition,其实说的简单点啊,就是什么呀,它适用于small,小额的,并且呢,是repeat,叫做repetitive,是吧,repetitive,repetitive的形容词哈,repetitive event,它适用于这种小额的,重复性发生的事件,特别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呀, 主博,抛硬币,抛硬币,外户就正面和反面,对吧,概率各占50%,然后你重复一万次,或者是我们玩那个老虎机,就这么几种结果,不停的去重复它,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啊,而我们真正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这单词认的吧,investment,做一项大的投资项目,每一个投资项目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使用概率分析的方法, 其实不太合适,也包括我们做pash budget,预算哈,预算我们在pash c会讲到啊,我们做现金预算有的时候会用概率分析,而且你说了,对啊,现金预算是我每个月都做,是我重复性的事件,但是啊,每个月都有可能出现one off这种特殊的一次性的事件,对吗,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你比如说这个月我要融资,有一个大的现金流入, 下个月我要拿着钱去购买固定资产,会有一个大的现金流出,再过一段时间我要还等付息,你又有利息支出啊,然后你又有一个本金的偿还,其实即便是做现金预算,即便我每个月都做,但是每个月也会有一些偶发的事件,所以都并不太适合使用这种概率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概率分析这种方法, 其实它真正的实操性并不强,用物质地并不多,明白,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文字, there is a reasonable basis for making the forecasted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 outcomes, probability,probability,首先第一个限定条件,就是说你的这个概率,必须是要能够比较准确的把它量化, 预测出来,对吧,你能保证你的概率是准确的吗,没法,没法保证啊,好,再接着, the decision is relative small in relation to the business,no, so risk is small in magnitude, 这个项目,你这个决策本身的风险不能太高,或者说你这个决策本身涉及到的这个金额不能太高, 项目的规模不能太大,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为什么呀,就是说明概率分析这种方法, 它并不能够帮助你完全的去规避风险,它并不能够完全的去规避风险, 在这正好背中一个词啊,叫做hide,hide risk,隐藏风险,隐藏风险,它隐藏了什么风险啊, 我们说做期望值,好中差三种结果,我是把它各自的概率按照权重给组合一起了, 好,最后出现的是一个加权平均的,是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那你说那个最差的结果,它有没有可能出现,当然有了,最差的结果仍然有可能发生, hide risk,这个风险被隐藏掉了,对吧啊,所以在这就说到了, 它适用于这种啊,整体风险不能太大的项目, 它并不能完全的去规避掉这个风险,OK,再往下呢, the decision is for a category of decisions that are often made, often made,repeat,repetitive,它适用于什么,重复性的,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去高度重复,不断重复的事件, 你才更容易去预测它发生的概率,有足够的经验, OK,好,那么底下的这个,呃,带颜色的啊,我们这个,这句话, the expected value techniques is best suited to a problem which is repetitive, repetitive, and involved relatively small investment,看到吧, 其实就是我写的这几个关键词,小额的重复性的事件,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咱们在选择题,选择题见到的概率会高一点, 啊,以下哪些描述关于它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啊, 大体来写的话,概率不高,好的, 那么,呃,说完了刚才的这一些,呃, 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吧,接下来说它的缺点, 那你就针对我们前面说的,急急的去把它打破就行了, 你刚才计算的时候用到的这些变量,比如说这个概率, 这个概率你能准确的去预测它吗,不能呀, 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outcome, 每一种情况最终的这个结果, 你能够去准确的预测它吗,其实也不能, 对吧,这两个变量,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太准确的把它预测出来啊, 好,然后第三条呢,就说到了one off, 有一些决策,像投资决策啊, 有一些决策,它属于一次性的行为, 它并不适用于概率分析, 你再补充一个,在下面再补充一个, 就是我刚才写的这个high risk, 对吧,ABCD,再来一个D, high risk,平常风险, 最差的结果仍然有可能发生, OK,好了啊, 好,那么啊,我们 这个知识点的讲解啊, 就这些内容不多, 那么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个关于它的mark, 在这儿呢,它说,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hall be made about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在关于不确定性的, 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这些描述啊, 哪一个是对的, 第一个呢,说到的就是expected value, 期望值, 它说这个期望值啊, 是more reliable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 where the situation and outcome will occur many times, many times than for a one off decision, 对吗,判断对吧, 当一个事件重复发生多次的时候, 我们使用期望值概率分析, 要比这种一次性的决策会更准确一些, 对的啊,没有问题, 好,第二个, risk of worse, risk of worse是风险厌恶性, 风险抗拒性的决策者, 会怎么样啊, avide all risk in decision making, 说这些人他会避免在决策的时候的所有的风险, 是吧, 并不是的, 并不是的, 他只是对于风险比较抗拒, 他会选择风险比较低的这种决策, 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风险都排除在外, 所以呢, 我们这道题目的答案应该是, A one only, OK, 就到这里啊, 我们一节小课的内容就讲完了, 期望值,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会来看第二个小内容, 敏感性分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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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